師父慈悲好 我想請問師父 師父慈悲好 我們怎樣才算達到 世心做佛 世心是佛 這句話呢 世心做佛是一個因地 世心是佛是一個果地 這句話是進度中的因緣觀 最重要就是這句話 就是說 本正這句話只有兩個主題 一個心一個佛 世心你是什麼心態 來意念佛號 叫世心做佛 結果你這個心態 就招感阿彌陀佛的 什麼功德 世心是佛 就是 你的心態帶動佛號 阿彌陀佛就給你 什麼樣相應的功德 世心去造作佛 你這個心就跟佛相應 如果你的世心做娑婆 你嘴巴念佛 那麼世心就是世受佛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雖然你念佛是心力跟佛力結合 但是誰是主動 誰主動 當然心是主動 今天阿彌陀佛能夠主動 如果阿彌陀佛能夠主動救保你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簡單嗎 那你還是要什麼 調佛妄想 根本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但是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如果阿彌陀佛能夠主動救保你 那我們為什麼還在輪迴呢 你有想過 不可能輪迴嘛 阿彌陀佛沒辦法主動救保我們 主委你要知道 阿彌陀佛 他的自受用是自在 佛為法亡依法自在 但是他要變成他受用的時候 他就不自在了 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我們的準備就變得很關鍵了 所以這句話說明了 彌陀佛的救保是有條件的救保 你千萬不要說 阿彌陀佛可以無條件救保你 如果他可以無條件救保你 說實在 我們不可能在這邊輪迴了 那十方諸佛的本宴都是想動化眾生的 問題他做不到 我再講一次 彌陀佛本宴的射受是有條件的 佛陀的功德 一旦落實到凡夫的世界 他要遵守凡夫的因緣法 他回到他自己的世界 那佛為法亡依法自在 那他沒有什麼因不因緣 他超越因緣 但是他想要來到凡夫的世界 跟我們感應道交 他必須要遵守凡夫的規則 諸法因緣生 不是他要不要 是關鍵他做不到 就是說你不想往生 佛所不能強迫把你帶走 不可能 那你這樣講 然後就違背因緣所生法 是眾生心構近 然後菩薩隱現中 諸位 你最好把因果不要錯亂解釋 有些人 淨土中有一部分人是認為 是菩薩隱現中 然後在眾生性構近 如果菩薩隱現中 讓你眾生心構近 你所有準備都不需要 那這樣子每一個人 念佛都應該往生 一百個人都應該往生 事實不然吧 有些人念佛往生 有些人不往生 那表示這個因緣有差別 我再講一次 淨土中的因果觀 是眾生心構近 然後才菩薩隱現中 是你準備好了 佛陀才出現 不是佛陀出現以後 你才準備好 沒這回事情 你沒有準備好佛陀怎麼出現呢 它是怎麼出現的 你說過道理 我聽聽看 咋怎麼出現的 那這樣子它能夠出現 那就不需要感應道教了嘛 那就它自己來救 為什麼要跟我們眾生 要人念的心 要感應道教呢 就表示我們得做好準備嘛 所以 是心做佛 所以才是心是佛 你內心的造作 決定你的結果 那麼這樣子合乎 諸法因緣神 沒有違背因果的道理 我再講一次啊 佛陀是超越因緣 但是他老人家要來到凡夫的世界 渡化我們 他不能夠違背因緣果報 因為凡夫是因緣果報 你看佛陀對阿蘭尊者的因緣特別深 佛陀說他其實是平等的 但是因緣這本來就是有親疏眼鏡的差別 一旦落入凡夫世界 他就必須要遵守凡夫的生命的規則 你看佛陀也要視線老病死 是吧 其實他的法身沒有老病死 但是凡夫世界感受到的佛是有老病死 因為他來到凡夫世界 他要遵守諸法因緣神 怎麼回事 所以這個視心做佛是因 視心是佛是果 你要先開始 就是說我們到了一個黎明中的現場 首先你觀察他的相貌 是吧 像游欣生嘛 我們平常相貌可以作假對不對 你不高興的時候你給裝的微笑對不對 你黎明中沒有那個本事 黎明中不能作假 黎明中你看他的相貌 你馬上知道他的心態 因為黎明中他沒有本事作假 那麼他佛號亮了一段時間 你看他的相貌就知道 他的心有沒有跟著佛號走 有沒有順從本願 你一看他的相貌就知道了 如果他的相貌不對 表示這個佛號跟他的心不相應 說佛號 開示 因為他心沒打開 佛號沒用 關鍵在這 但是你也不能夠說一氣就開示 人家搞不好練得更正好對不對 他的心已經跟佛號相應了 你一開始你不是打仙岔嗎 所以先判斷 判斷他的表情 跟彌陀的功德 他相應的時候他的相貌是安詳的 一個人不動練頭 不動攀岩心的時候 他臉是安詳的 寂靜的 可以看得出來 他如果說 臉上有糾結 肯定 忍者心中必有一物 他心中一定有個東西卡在那裡 有一個妄想過不去 這個時候你戀火沒有用 砂板 開始 但是開始就有問題 你不知道他的問題出來哪裡 對不對 除了你了解他 但是大方向 大方向 一個人一定被過氣卡住 你想辦法把他的心往未來帶就對了 就讓他放棄過去 所以繼續說 你這個房子都已經舊了 你這邊蓋了一個新房子 你要多想新的房子 不要老是想你舊房子 你只要能夠成功的把他對收復世界的攀岩心 把他拉到極樂世界你就成功了 就是讓他怎麼樣 注意未來 你把他的心往未來帶 往事不堪回首 他一定落入過去的陰影 一定是落入過去的陰影 當然我不知道他是落入 彩色名詞是哪一個陰影 就不知道了 那你不知道呢 大方向就是說 反正這個人落入執著 肯定是他過去過去的經驗 你想辦法讓他從過去裡面走出來就對了 是這個代理 但是有一種人很厲害 現在有一種人 他自己寫遺囑 自己寫開始 因為他不知道說 你幫我開始到開始錯了 對不對 因為最了解 這個世界上除了聖人以外 最了解你自己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學習那麼多經典 你知道哪一句話能夠觸動你的心嗎 所以你趕快記起來 記起來以後交給一個比你年輕的 不能交給年紀大的 交給年輕的 說我往生的時候你就照這個練 這一個方法不錯 因為你自己知道你的盲點在哪裡 是吧 你交代遺囑的時候 你就自己把自己要開始的 我在在遺教經裡面告訴我 人生啊 生命變異西偉 這幾個話能夠打動我的心 寫起來 你自己寫一些開示 交給一個可以託付的人 你就說你要看我往生的時候相貌不對 你就把這段給我練一練 對啊 因為 人家都沒有他心動啊 這個世界上最了解的是你的是誰 當然是你自己啊 是吧 這個也是個好方法 師父您好 阿彌陀佛 從昨天到今天 師父提到說拜佛很重要 深口意要 以佛念佛拜佛 那因為如果年紀大一點 膝蓋有退化性的關節炎 那醫生也建議說不適合一直這樣跪的起來 那這樣的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何拜也同時能達到消夜 謝謝請師父指示 你說咧 不能拜 阿彈就不能拜了 是啊 那怎麼樣才可以 也是可以達到受生意 而且能夠消夜照 那就用問訊的咯 用問訊的 但是我們的拜佛 如果你們參加過我們的佛山 我們是拜得比較慢 柔軟 放鬆 專注 緩慢 其實拜佛不要拜太快 拜太快你都沒有皈依的心 在拜數目不好 你要慢慢拜 就感受到那種 緩慢 激進 專注的當中 那種皈依懺悔的心 慢慢拜 不要拜太快 當然你不能拜就不能勉強 很多東西要隨順應言 我們借假修真 要尊重你的色身 他不能拜你也不能勉強 我們一般來說心裡的障礙要堅持 就是來自於心裡的障礙 這個心裡本來就無限量 對不對 因為心本來就不受業力影響 一般內心的障礙要堅持 不能練 要他練 不能拜 要他拜 我硬光大師說不能拜要他拜 是心裡不想拜 不是身體不能拜 因為身體是不能勉強 真的是不能勉強 但是心裡的障礙要堅持 因為你身體是個機器 他夜報生你不能 是吧 你必須要尊重他的業力